哎呀 这个月月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把我的黏土都混色了 等他来了我要好好说说他 月月 你这么着急忙慌的来 是不是来道歉的 道歉 什么道歉 有一个人吧 那你要别说了 我要跟你说一件大事 什么大事啊 我刚刚上楼梯的时候 看见老师了 看见老师有什么了不起的 老师电电来 哎呀 你不知道啊 今天这老师看上去 特别的不开心 不开心 他为什么不开心啊 据我所知啊 这老师可能没有收到 秋天的第一个包包 啊 那也太惨了 要不然 咱们两个送他一个包包啊 他女儿 你说的容易 我可没有零花钱啊 月月 不用零花钱 咱们不是有黏土吗 咱们用黏土 给他做秋天的第一个包包 啊 用黏土 这能做成吗 月月 你忘了 我胖妞可是黏土大王 没有我做不成的东西啊 哦 胖妞 那你赶紧开始吧 OK 那咱们就给老师做一个 粉色的包包 好 拿一张材质出来 先放你的脸啊 行 先把黏土平铺在材质上 压着 压着差不多了 把它折一下 胖妞 你这就好了吗 哎呀 月月还早着呢 现在咱们拿着绿色的黏土 给它做装饰 哦 哦 哦 现在把它放到包包上 哦 哎呀 终于做好了 宝妞宝妞 你这包包啊做的也太漂亮了吧 我第一次见这么好看的包包呢 真的吗 月月 你这样说的话 老师肯定会喜欢咱们两个给它做的包包的 对不对 那她肯定喜欢呀 这都上课了 还得玩黏土啊 赶紧收起来 老师 我们没有玩黏土啊 还没有玩 胖妞 你是不是非得让老师给你没收的呀 老师你看 这是我们送你的秋天的第一个包包 对对对 我的天哪 这个包也太好看了吧 胖妞 月月 你们怎么知道老师想要秋天的第一个包包啊 哎呀 这个你就别管了 你就说你喜不喜欢这个包包啊 喜欢喜欢 当然喜欢了 胖妞 你做的这个包包啊 很有创意 比那些普通的包包好看多了 是吧 老师啊 我这个包包还能装手机和钥匙嘛 你用上班带着它就行了 嗯 是吗 来老师试试 好 放里面 哎呀 这装个钥匙装个手机刚刚好 哎呀 这就太好看了 哎 胖妞 你们上次习客 老师啊 出去给别的老师现要现要现要现 好 哎呀 胖妞 我也想要秋天的第一个包包 那行 我给你做一个 好好好 紫色的事情啊 行 我先碰碰